這是我們最後的課程 請確定可以做所有的討論 以及最初的討論 我們已經提及了 今天的重點大家都溫過了 如果大家回去再溫熟一點 如果有什麼問題可以隨時電郵我 或者可以來我的辦公室找我 大家有沒有即時的問題 我們今天就到此為止 謝謝 拜拜 OK 拜拜 嘩 頁頁都是重點 本書還有個字典 怎麼溫啊 你經常走堂當然有溫點 活該 寫書重臨全路 喂呀 你們不要再吵了 考完試就放假 不如搞個畢業旅行 我想去恆丁很久了 肯丁 我也想去 不過最近買了一部iPhone 現在連吃T錢都沒有了 你不要看著我 我不是借錢給你的 嘩 那就算了 咦 好像有人要用班房 不如我們出去再聊吧 咦 為什麼你們這麼愁 坐在這裡 好啊 我們就來畢業啦 想找些一起玩一下 但不知道做什麼好 哦 這樣啊 咦 不如我們搞開個校花學做選舉Party 啊 OK啊 我們幫助搭隱林峰和東沖林佳欣 說得贏啦 但我們怎麼才知道今次到日要花多少錢 和收莫位同學多少錢入場費啊 哦 很簡單 我們可以用MISS教過我們的東西的嘛 做個Cash Budget就可以了 如果我們邀請了所有的同學 大概70人左右 啊 那接著就 還以為有人很厲害 不如我讓我解釋給大家聽吧 其實Cash Budget是有四部分組成的 第一部分是Cash Receipt 即是收入 而第二部分是Cash Disbursement 即是支出 而第三部分就是計算他們的Difference 看看有沒有賺還是虧 而第四部分就是Financing 看看需不需要借錢還錢和給利息 即是我們今次只要計算收入和支出就可以了 因為我們要達到收入等於支出才可以Break Even 哦 那今次的Cash Receipt 即是我們的門票西筆 而Cash Disbursement 即是食物、飲品和場地等等的費用 嗨 我真的服了你們了 搞個Party都要這麼多理論 我們分頭行事 看看食物和場地如何安排 最後再看看每一位同學應該要收多少錢入場費 才可以去到Break Even 喂班長 我們負責買飲品和食物 那不如我們立即市場去看看飲品先吧 好嗎 哎呀不用坐下了 我今早特班試拿了免費報紙 不如你看一下有什麼特價的東西買吧 這樣也好啊 不如我們買可樂吧 但有這麼多包裝我們買哪一款好啊 對呀紅罐可樂500毫升就5.8 藍罐可樂8罐就17.9 咦 那即是買哪一款好啊 其實我們可以用Wareable cost concept的原理 計算每一毫升是多少 那就知道哪一款比較便宜 對呀 Wareable cost會根據Activity Level去轉變 咦 那即是我們買得越多可樂 我們的支出便會越高 而Unique Cost會維持不變 即是我們買多少可樂 每支的價錢都會一樣 不如我們說回正題 計算買哪一款好 如果我們買紅罐可樂 每罐500毫升就是5.8 計算Rable cost per unit 即是5.8除以500毫升 就等於0.011毫升 如果我們買8罐藍罐可樂 每罐330毫升 每匹就是17.9 計算大約是0.006毫升 咦 那即是我們買8罐藍罐可樂更划 好 那我們買夠20罐藍罐可樂 好啊 喂啊 別想玩 我們負責地方 你有甚麼好提議 我上個星期和我的朋友 在尖沙咀的咖啡廳試過都可以 好像還有得包場 咦 那叫甚麼名字 讓我搜尋一下 叫甚麼名字 我真的不記得 不如你自己搜尋一下 好啊 其實我家樓下的Clubhouse 好像都有得包場 反正我們都是自己帶食物和飲品 那又是啊 咖啡廳通常都是要計賣食錢 但是如果你家樓下的Clubhouse 多少錢啊 不如我們打電話去搜尋一下 那不如你上網搜尋咖啡廳 我就打電話去樓下的Clubhouse 問一下多少錢啊 你看看我們計賣那天 這些咖啡廳已經充滿了 剛剛我打電話去問我樓下的Clubhouse 四千二元一晚 咦 四千二元又不是很貴啊 四千二元就是我們的Fixed Cost 因為無論多少人參加這個Party 費用場地都是四千二元 一個人是四千二元 而七十個人參加的都是四千二元而已 是啊 但是Course Per Unit就會因為 越多人參加而越來越便宜 換句話來說 十個人每個人的收費就是四百二十元 如果七十個人參加 每個人的收費就是六十元 我知道啊 Unit Price是會因為 Activity Level而轉變的 而Total Cost就不會受 Activity Level而影響 所以我們的效花效綽的獎品錢 原理都是一樣 都是我們的Fixed Cost來的 不要說了 我要留Asan打電話去確認預約場先 好了 大家就找齊了資料了 我們都找了場地的資料了 Jow Clubhouse一晚的租金就是四千二元 而今晚效花效草的獎品就是五百元 我們都算了一價 現在飲品就三百五十八元 而食物就是五千四百四十二元 我們現在有齊了所有支出的資料 我們可以先結尾了Cash Budget 要知道每一位同學 收入場費多少錢才可以Break Even 就等於收入等於支出 才可以達至收支平衡 是啊 我們今次Cash Disbursement 就是等於場地、獎品、食物和飲品 Total加起來的支出 就是等於一萬零五百元 哦 即是Total收回一萬零五百元 一萬零五百元除回七十個人 即是每個人收回一百五十元 我們用Break Even Analysis 來看看 我們可以從兩方面來看看 第一個是Break Even in Sales Unit 即是看下最少要幾多位同學參加 才不用虧 另外一個是Break Even Point in Sales Dollar 即是看下每個同學 最少要收回多少錢 嗯 Break Even in Sales Unit 就等於Fixed Cost 除Contribution Per Unit Contribution Per Unit 就是用入場費 減Variable Cost Contribution 即是四千七元 除七十個人 Contribution Per Present 就是等於六十七個一毫四 而Break Cost 就是有場地費和獎品費五百元 Total就是四千七元 所以Break Even in Sales Unit 就是等於Fixed Cost 除Contribution Per Present 六十七個一毫四 等於七十個人 好了 我們現在可以看看 In Sales Dollar Break Even in Sales Dollar 就是等於Fixed Cost 除以Contribution Margin Ratio 而CM Result 就是等於Contribution 除以Sales 即是等於四千七百元 除以一萬零五百元 即是等於44.76% 我們又用下Per Unit 去計算一下CM Result Contribution Per Unit 是六十七個一毫四 除回每張入場費150元 即是等於44.76% 最後再將Fixed Cost 四千七百元 除以CM Result 44.76% 就是等於一萬零五百元 太好了 即是現在要邀請70位同學 每位就收回150元 Total就是一萬零五百元 終於解決了Break Even 和Cash Budget的問題了 那Sucho 你和我負責prepare一下 Party的Run Down 正如你和阿珍 就負責Promotion 和看看提名 誰做校復考草 OK 沒問題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